在日本中世纪 天皇朝廷的权力大多都被武士们建立的政府幕府架空 幕府的首脑乃是被称为武家栋梁的幕府将军 元奈朝便是日本的第一任幕府将军 元奈朝出生于九安三年 是清河元氏的支柳河内元氏的名将元毅家的侯姨 其父元毅朝是当时河内元氏中十分有名的武将 母亲曾是伟张国的热田大公司藤原济范的女儿 在元奈朝出生以前 元毅朝已经有了两个儿子 长子元毅萍的母亲是夏摩国的豪祖 在清官人三谱义民的女儿 一直居住在连仓 被人称为连仓厄元太 次子元朝长的母亲是向魔国另一个豪祖 波多也义员的女儿 波多也是乃是前九年之议中 元毅家麾下的名将 左伯经范的后裔 理论上来说是有资格成为元毅朝的嫡子的 不过藤原济范一族当时是被称为远近臣的贵族 论地位不是三谱氏 波多尹是这样的地方军事贵族能够攀比的 因而在赖元朝出生以后 元毅朝便将元赖朝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培养 两个哥哥自然也就变成了数字 平治元年 元毅朝参加了藤原信赖策划的平治之乱 当时13岁的元赖朝跟随父亲出阵作战 这也是他的出阵 藤原信赖与元毅朝政变成功之后 游记了后白和法皇与二条天皇开始给自己加官进决 元赖朝也因为是元毅朝的嫡子寿风 从五位下右兵位全左 官职与地位超过了两个哥哥 正是被元毅朝确定为自己的继承人 然而元氏的成功并没有持续多久 平治之乱便被隐氏平氏出身的武士平 秦胜以强大武力平定 元赖朝的父亲元毅朝兵败身死 大哥元毅平被捕后遭到人手 二哥元朝长在逃亡途中被僧兵攻击重伤而死 此时元赖朝也被平家逮捕 平清胜亦将朝敌元毅朝的嫡子元赖朝杀死 不过元赖朝曾是侍奉鸟与天皇次女 后白和法皇的准母上西门院的葬人 因而在上西门院的求情之下 元赖朝被免去死刑 改为流放道以斗国幽进 命令当地的在厅官人 隐东右侵 北条时政 看管元赖朝 元赖朝的父亲元毅朝 曾在关东居住过许久 南关东的武士们 与元毅朝的关系都还不错 许多人都曾是元毅朝昔日的狼党 因而虽然元赖朝是以囚犯身份来到关东 但是却在当地将父辈的狼党 凝聚到自己的麾下 形成一股相当强大的势力 顺便一说 元赖朝长得非常帅气 曾经趁隐东右侵前往京都公干时 勾搭了隐东右侵的女儿 并生下一个儿子 当隐东右侵返回关东以后 他担心会引起平清盛的不满 并淹死了外孙 连夜将女儿嫁出 同时还派出刺客刺杀元赖朝 若不是隐东右侵的儿子 与元赖朝的关系甚好 提前同风报信 这位将来的幕府将军 说不定就死在这花瓶事件下了 元赖朝后来逃到了北条石正 家中藏匿 在北条家期间 他又与北条石正的女儿 北条正子私定中身 最终在北条石正的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下 二人才算是走到了一起 智诚四年四月九日 后白河法皇的皇子 以仁王给各地武士 发去了讨伐评价的令旨 尽管以仁王很快就兵败身死 但是他的令旨却掀起了 被后世称为元平河战的 制成兽有内外 元平河战的影响有多深远呢 当时元氏的旗帜是白色的 平氏的旗帜则是红色的 红色与白色的斗争 到了现代变成了一年一度的 红白戈河战 以仁王兵败以后 京都的宫卿三善康信 给元赖朝传来一个错误情报 说以仁王已死 平家正在派人前往东国 可能是想要抓捕元赖朝 防止他以仁王勾结 实际上 当时平家准备抓捕的对象 并非元赖朝 而是追随以仁王举兵的 射金元氏武士 元赖正的孙子 元有刚 三善康信的错误情报 直接导致元赖朝决意起兵 讨伐平家 元赖朝先是在以斗国举兵 袭杀平家在以斗国的代官山目坚拢 但是很快又在向魔国的平家 朗荡大庭景青的攻击下 在石桥山惨败 元赖朝自身也差点落入大庭景青的手中 夺亏了关东的豪族 伟元景石 以及土肥食品 三仆一成的帮助 元赖朝才得以逃往安防国 安防国的平家势力较为薄弱 元赖朝在防总半岛 招兵买马 父亲元赖朝的许多狼党 纷纷加入元赖朝的军队 有了这些关东武士的支持 元赖朝便在同年十月七号 击败了平家的势力 进入了连仓 将此地确定为自己的根据地 建立起属于武士的连仓正确 元赖朝举兵的同时期 诸国元氏也都纷纷举兵反靠平家 例如贾斐的武庭市 信农的牧层市等等 台湾都是与元赖朝平起平坐的元氏势力 制成四年十月十六日 由平清盛的孙子平为盛 率领的平家讨伐军 抵达郡和国的清监官 准备攻打甲匪武庭市 四天之后 世气击落的平家大军 在富士川不战自愧 武庭市成胜进军 将势力扩张到了郡和国与远江国 虽然在无期境等书中 将武庭市化为元赖朝的麾下 并将富士川核战的对象 改为了元赖朝的连藏政权 不过世时的元赖朝 其实并没有西晋的实力 当时关东还有上野新田市 长鹿座竹市 但河内元市出身的武士团存在 他们的动向暧昧 并且也有于元赖朝 一争敌流的本贱 再者 越后国的城市 陆澳的藤元市 彼时都有可能侵入关东 元赖朝急需迅速扫清 关东的敌对中立势力 方才有可能西晋与平家争天下 不过 上天非常眷顾元赖朝 在连仓和平家之间 甲匪武庭市 信任牧层市 这两股元式武士团 都非常骁勇善战 平家根本无法与元赖朝直接接触 也让元赖朝顺利的 平定了关东的住家势力 受勇二年 牧层义众 在立波山击败了平家讨伐军 随后 率领军队上落 将平家赶出平安京 然而 当时因为前两年的养和大饥荒 远故 牧层义众的军队里 有非常多士兵是为了逃避饥荒 来复杀的京都抢劫的 所以 牧层军上落以后 经济的治安状况 急剧恶化 牧层义众与后白河法皇的关系 也出现裂痕 在这样的情况下 后白河法皇便寄希望于连仓的元赖朝 先是摘掉了元赖朝的朝廷帽子 随后要许可元赖朝统领东山道 东海道 北路道 当地的国雅 私人领地 命其上落 讨伐 牧层义众 任时月 元赖朝命弟弟 元逸经 率领着五六百计 连仓武士 护送着先前因为战乱 而停止向京都运送的 东国庄园年贡 但是因为牧层军 军具败坏 当时京都圣传 元逸经 率领着数万人上落 讨伐牧层义众的谣言 此时的牧层义众 正在与平家作战 得知后 白河反黄的动向之后 便调转枪头 与怨厅敌对 将后白河反黄 给游进了起来 牧层义众 与怨厅的公然敌对 让元赖朝察觉到了机会 受勇三年正月 元赖朝命 另外一个弟弟 元范赖 率军上落 元逸经也在 一世国等地 召集了许多 反牧层军的武士 加入连仓势力 两支连仓军迅速上落 如前文所述 牧层义众 军中的许多士兵 当初仅仅是抱着 劫略的目的上落 在抢到足够的物资以后 大多数都返回了老家 所以此时的 牧层军人数严重不足 最终败于连仓军 牧层义众 也在逃亡时被射杀 牧层义众灭亡之后 连仓军趁势袭进 攻打平家 在射金国服务员的据点 这一战中 连仓军中的射金元氏出身的 武士多田行刚 从碑月突袭了 平家大军的阵地 使得平家一跪千里 许多武士都战死在战场上 在义之谷合战后 后白和法皇 有意扶持元义精 对抗元来朝 而元义精竟然也不知死活的 想从雄长回下独立 利用怨听的旨意 在荆棘私自 折磨军娘与日兵 引起了一同上落的 连仓武士的不满 此时平家未灭 元来朝知道 元义精的背后 有着厚白和法皇的支持 并不好给元义精 难堪 只能暂时隐忍不发 平家在一只谷合战后 已经是丧家之权一般 被各国武士团撵着跑 最终 连路上根据地也没有了 只能在下关海峡的 潭之谱 与连仓军接战 最终 平家水军因为人数略使 叛将谍出战败 大多数平家一门武士 都跳海自尽 平情圣的遗孀 平十子 也抱着年幼的安德天皇 带着三神器之一的 草制剑 跃入茫茫大海之中 平家灭亡以后 元乃朝成为了朝廷 唯一可以倚扣的 武家势力 势力非常庞大 元乃朝收拾完了平家 便开始收拾那个 不停化的弟弟 元义精了 在演艺作品之中 元义精为消灭平家 立下汉马功劳 但是因为功高盖主 被元乃朝视作眼中钉 最终兄弟反目 实际上呢 历史上 元义精在乌岛河战 潭之浦海战时 就已经脱离了元乃朝的 连仓体制 加入了厚白和法皇的院厅之中 试图与兄长争敌 这才是兄弟对立的 真正原因 元义精与元乃朝敌对之后 逼迫后白和法皇下发 讨伐元乃朝的命令 又在经济 招募军队 想要东征连仓 结果 嚷嚷了半天 也没人加入 只能抛弃弃子 逃亡日本东北部 依靠陆澳国的平权 藤元氏 平权藤元氏 是当时唯一一个 能够勉强 与元乃朝抗衡的势力 但是面对统一了 大半个日本 并且建立了新型 御家人体制的连仓政权 一如风中残主一般 文治五年 在元乃朝的威胁之下 藤元氏的家都 藤元太衡 杀死了名将元义精 自毁长城的藤元氏 随即遭到了元乃朝的征罚 值得关注的是 当时朝廷便不赞同 元乃朝征罚藤元氏 但是 连仓政权却没有鸟朝廷 依旧出兵 因为这一战 有可能是元乃朝 统一日本的最后一战 所以 很多御家人都非常卖力 许多在元平核战中曾从属评价的武士 也都前来向元乃朝表示忠心 整讨澳洲的军事 号称有28万人 元乃朝威风凛凛地按照 前九年之议中 元乃义的禁军路线行动 靠死了一次先祖 平权藤元氏的防线 也如催谷拉朽一般 被连仓军击败 制霸陆澳国四代人的平权藤元氏 在20天内就被赖元朝消灭了 建九元年 统一日本以后的元乃朝率军上落 回到了阔别30年的平安京 元乃朝想要朝廷能够册封自己为大将军 但是 后白和法皇对武士抱有戒备 并不同意这件事 所以 元乃朝也拒绝了朝廷的全大纳掩 任官推举返回了连仓 建九三年 后白和法皇去世 没了阻力以后 元乃朝再次向朝廷 提出想要出任 带有大将军名号的官职 朝廷最终给元乃朝四个选择 总官大将军 争议大将军 争东大将军 上将军 总官 争东大将军分别是平宗圣 目层易重 曾经出任过的官职 元乃朝认为这两个人 最后都没有好下场 所以 这两个官职很不吉利 上将军倒是不错 但是这个官职来源于中原 在日本还没有协力 地方上的武士 大多数都是乡八老 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官职有多显赫 最终 元乃朝通过排除法 选择了争议大将军 作为自己的官职 毕竟 在之前出任 争议大将军的人里 有像板上 田村马履这样的名将 说出去 他也备有面 元乃朝不知道的是 他这一粗糙的决定 让争议大将军 后来成为武家洞梁的代名词之一 从元乃朝出任 争议大将军开始 林曹幕府才算是正式建立了 令人遗憾的是 天下草创以后 元乃朝在建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是查下摩川桥时 突发中风 跌落下马 十多天后 昏迷不醒的元乃朝不至身亡 向年五十三岁 其子元乃家被一家人们拥戴为 新任幕府将军 若是元乃朝的命再长久一些 兴许 林曹幕府的历史走向 会在这个杰出政治家的统治之下 发生改变 也说不定 然而 元乃朝没有这个机会了 他也想不到 自己曾经养赖的御家人们 最终会将屠刀 对向自己的儿子 次回预告 元乃家是元乃朝的嫡子 在同说之中 他通常是以宠幸外戚的暴君行相出现 最终被御家人们废除杀害 那么历史上的元乃家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他真的是一个暴君 还是一个与御家人敌对 而遭到抹黑的幕府将军 大家伽纹 字幕平均 杀赫